西先王之志 自天子 公 侯 清 代夫 誓至于B670例 报官 及第二三一者 其绝路 奉养 公事 车伏 官国 祭祀 死生之志各有差品 小不得见大 见不得于贵 夫然 故上下续而明至定 于是遍其土地 川泽 丘陵 眼卧 元席之夷 教民众树处养 五谷六处极致于憋 鸟兽 必二六七仆 才干 器械之姿 所以养生颂中之巨 你不接御 御之以食 而用之有结 草木未落 府经不入于山林 柴塔未继 C13C网不不予也则 应损 未继 一四四九亿不失于C160岁 既顺时而取悟 然由山不察孽 则不伐妖 DC41于EF50卵 显有常进 所以顺时宣器 翻复数物 蓄足功用 如此之辈也 然后四民因其土仪 各任智力 肃心业魅 已至其业 相与通工一事 交力而俱善 非有蒸发七会 而远近贤族 故意约后已才成辅相天地之仪 以左右民 备物之用 利成器以为天下利 莫大呼圣人 此之谓也管自云谷之四民不得杂楚 事相与言人意于闲艳 功相 与意技巧于官府 商相与与财力于市井 农相与谋架色于田野 朝夕从事 不见异物而迁焰 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 子弟之学不劳而能 各安其居而乐其业 甘其时而美其福 虽见其力分华 非其所习 辟由容宅之与愉悦 不相辱矣 是以欲寡而是结 财族而不争 于是在民上者 道之以德 其之以礼 故民有耻 故民有耻 而且敬 贵异而建立 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不言而至之大略也 吉州是衰 离法舵 诸侯克绝丹营 大夫山杰早C444 八亿五于 亭 雍彻于堂 其流至乎是树人 莫不离至而弃本 架色之名少 商吕之名多 古不足而获有余 零一致呼还 文之后 礼意大坏 上下相貌 国义正 家书俗 事欲不至 见差亡疾 于是商通难得之祸 工作亡用之气 事设反道之行 以追使好而取世资 为民备食而要明 兼夫犯害而求利 篡世取国者为王宫 与夺成家者为雄杰 礼意不足以居君子 行路不足以威小人 父者目土被闻紧 犬马于肉肃 而平者短鹤不完 寒书饮水 其为编护其 民 同列而以财力相君 虽为普鲁 游王运色 故夫事便诈为奸鬼者 自足乎一世之间 守道寻礼者 不免于饥寒之患 其教自上兴 由法度之无限也 顾列其行事 以传世便云 西越王勾建困于会计之上 乃用当理 既然 既然曰 知斗则修备 实用则之悟 二者行则万祸之情可得见矣 顾汉则则兹之舟 水则兹车 物之礼也 推此类而休之 十年国父 后陆战史 遂报强武 刷快击之耻 范离探约 既然之策 实用其武而得意 既以施国 武 御施之家 乃成天舟 福江湖 便明信 视其为吃一字皮 知陶为诸宫 以为陶天下之中 诸侯四通 货物所交易也 乃至产积居 与时逐而不择于人 故善至产者 能择人而认识 十九年之间三至千金 在散分与平有昆地 后年衰老 听子孙修业而息之 遂至巨万 故言父者称桃朱 子干既学于众泥 退而侍卫 发注欲财草 鲁之间 七十子之徒 赐罪为饶 而言冤丹时嫖隐 在于漏相 子干劫四连齐 数伯之必聘享诸侯 所致 国君无不分庭 与之抗礼 然孔子贤言冤而姬子干 曰 回也其树乎 吕空 赐不受命 而获直焉 亦则吕重 白归 周人也 当未闻侯时 离始物尽地利 而白归乐观时便 故人弃我取 人取我语 能博饮食 忍事欲 结衣服 与用事同仆同苦乐 屈时若猛兽至鸟之发 故曰 吴智生犹依隐 吕尚之谋 孙 吴用兵 商鞅行法事也 故智不足以权变 永不足以决断 人不能以取语 抢不能以游手 虽欲学无数 忠不告也 盖天下言智生者祖白归 一顿 用一八二七言起 寒丹锅纵以铸也成业 与王者猎父 乌氏罗序目 吉仲 赤脉 求其增悟 见献荣王 荣王十倍其长 与处 处置用骨量牛马 秦始皇令罗比丰君 以时与猎臣招请 八寡妇卿 其先得丹学 而善其力数是 家亦不资 轻寡妇能守其夜 用才自卫 人不敢犯 始皇以为真妇而克之 为助女怀清台 秦汉之至 列侯封君时租税 岁率户二百 千户之君则二十万 朝晋聘享出其中 庶民农工商骨 率亦岁万稀二千 百万之家及二十万 而庚瑶租赴出其中 一十毫每以 顾约陆地木马二百提 牛千提脚 千足阳 则中千足智 水居千十余波 山居千张之第一七四 安逸千树枣 燕 秦千树立 蜀 汉 江陵千树菊 淮北 淮南河祭之间 千树第一七四 陈 夏千姆七 齐 鲁千姆桑麻 魏川千姆竹 吉宁国万家之城 戴郊千姆 若千姆之谦 千齐江九 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燕曰 以平求赋 农不如宫 宫不如商 刺绣文不如以世门 此言末夜 评者之姆也 通义大 都姑一岁千酿 西匠千红 江千淡 徒牛 羊 智千皮 古笛千中 新稿千车 F七四六长千杖 木千章 竹竿万个 摇车百成 牛车千两 木气七者千枚 铜器千军 肃木铁器若枝千千石 马蹄第一四八千 牛千足 羊 智千霜 铜手指千 金脚单纱千金 齐伯续细部千军 文彩千匹 CE5C部皮革千石 七千大豆 镍驱掩齿千和 台此千金 壁二六九报千军 藻力千弹者三只 胡雕球千皮 羔羊球千石 战袭千聚 他国彩千种 子代金钱千冠 子代金钱千冠 节藏快 摊甲三只 莲甲五只 一笔千胜之家 此其大律也 蜀卓氏之仙 赵人也 用铁也赴 琴破赵 千卓氏之蜀 夫妻推碾行 诸千卢少有余才 及与力 求尽处 处家蒙 为卓氏约 此地狭博 吴文毕二六A山之下卧也 下有地七七三痴 至死不羁 明宫坐步 一甲 乃求远迁 至之林穷 大喜 及铁山谷柱 运筹算 甲颠 蜀民 复至同八百人 田池涉猎之乐逆于人均 城正 城正 山东千鲁也 亦也筑 甲颓杰民 复列卓氏 城 卓继 衰 至城 哀奸 城都罗仆子至巨万 初 仆甲经师 随身数十百万 为平陵时事迟前 其人强力 时事子赐如 居 亲信 后资浅之 令往来八 蜀 数年间至千余万 颅举其半路以取阳 定灵侯 依其权力 奢待郡国 仁莫敢赴 善严谨之力 七年所得自备 遂值其祸 顽孔氏之先 良人也 用铁也为业 勤蔑位 千孔氏南阳 大谷柱 归碑田 连其由诸侯 应通商谷之力 有游贤公子之名 然其赢得过当 欲于一帝五四色 家至数千金 顾南 阳行甲尽法孔氏之雍容 鲁人俗俭色 而秉侍游慎 宜帖也起 复至巨万 然家自父兄子弟曰 福有时 阳有取 世代行甲辩郡国 邹 鲁以其顾 多去文学而趋利 其俗见奴鲁 而刀间独爱贵之 截侠奴 人之所患 为刀间收取 使之逐于严商谷之力 或连车其交首相 然寓意认之 终得其力 起数千万 故曰宁绝无刀 严能使豪奴 而尽其力也 刀间计衰 至成 哀间 林姿性为子五千万 周人计一帝五四 而诗史尤慎 转古百数 贾郡国 无所不至 洛阳皆居在其 秦 楚 赵之中 傅家乡今已久甲 过亦不入门 设用词等 故诗史能至十千万 诗史记衰 至成 哀 王莽石 洛阳章长书 薛子促子亦十千万 莽皆已为那言是 欲罚五帝 然不能得其力 宣屈认识 其先为都道苍利 秦之败也 豪杰争取金玉 认识独教苍素 处 处 汉相聚行阳 民不得耕种 米食至万 而豪杰金玉尽归认识 认识以此起父 妇人奢侈 而认识哲节为利田处 人争取贱甲 认识独取贵善 父者数是 然认公家曰 非田处所生不依食 公是不必则不得饮酒食肉 以此为吕吕吕律 故父而主上众之 塞之赤也 为乔桃以至马千匹 牛背之 阳万 素以万中继 五 储兵之起 长安中列侯丰军行从军旅 基待子前家 子前家已为关东成败未绝 莫肯与 为吴炎氏出捐千金贷 其息时之 三月 五 储平 一岁之中 则吴炎氏息十倍 用此赴关中 关中赴商大谷 大堤靖朱田 田墙 田兰 为嘉丽氏 安陵度氏一巨万 前赴者继衰 自圆 承契王莽 京师妇人杜陵凡家 茂陵志网 平陵如是 居是 长安丹王军房 齿凡少翁 王孙大清 为天下高子 凡家五千万 其余皆聚万矣 王孙清 以采养氏 与雄结交 王莽以为经思逝施 汉思东逝令也 此其章章尤者者也 其于郡国父民兼业专利 以获禄自行 取众于相离者 不可胜数 故秦阳以田农而甲义舟 翁博以范之而清献义 张氏以麦将而cd五八尺 智氏以撒销而鼎食 卓氏以为府而连齐 张黎以马一而击中 接月法以 然长寻 守事业 积累盈利 剑由所起 智于蜀镯 顽孔 其之刀间 公善山川铜铁于岩市井之入 运其筹策 上征王者之利 下顾其名之夜 皆现不轨奢鉴之恶 又旷绝肿博眼 梵间成腹 屈书 激发 雍乐成之徒 由下齿裂 商话败俗 大乱之道也